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史隧聊 最近几天呢,中国接连不断的房地产公司的债务约 然后金融公司的纷纷的爆雷 整个房地产崩塌呢,它已经不能够做一个 好像政府想隐藏就能隐藏的一个事件了 它已经非常的显现了 所以中国的那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呢 也不得不出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而且这个也不光是中国的一家的问题了 全世界都开始注意到 在这个国际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崩溃 以及经济的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巨大的危机 有可能对全世界大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其实最近的美元的猛涨就和这有关系 你比如中国突然大幅降息 为了应对这接连不断的这种倒闭 然后4月份的那个,不是7月份 7月份的那个融资 融资的数据如此的糟糕 甚至你看根据老蛮频道的分析 中国的这个居然基础货币都开始收缩了 这是被动的 就是央行的资产 在这个,也就是说可以把它称为是M0 就是基础货币,居然在7月份减少了9000多亿 这个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的商业银行 已经有很多公司,它不愿意再贷款 它不仅不愿意新贷款 它也把过去的贷款给关掉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开始运转不动 这个这个转术,这个水流 如果你把经济把它比成一个水流的话 那这水流越流越慢,变成一潭死水 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状态 我回忆起那个10年前 13年的时候正好我回到一趟中国 当时我看过那个 我当时去那城市的那些空置的 建起来根本就没有使用的各种 卖不出去的那个主宰楼 同时那个金融区 它建了一个非常大的金融中心 有很多高楼大厦都是说 为了这个省的省会的金融界 这些银行以后 他们要搬到这地方来 任意生生的造了一个新的金融CPD 我就说这都 一直到现在它都没火 现在都没火 我当时就说 这种搞这种方式搞房地产 绝对最后房地产会出大问题 最后房地产肯定会倒 但是我当时有个朋友 他是做房地产相关的业务的 他请我吃饭 他听了我这番之后 他就笑了 他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倒了 他说中国政府不可能让房地产倒了 共产党多么强大 只要共产党在 房地产行业就不能倒 因为如果房地产行业倒了 那共产党可能也完了 过了十年 今天果然应验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 共产党真的倒了 但是实际上 共产党管不了房地产了 拖不住了 他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它倒下去 而且他马上也得眼睁睁的看着 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的产生 最后系统性不是金融风险 就是一个金融危机 就全面大爆发 这个事情就是 可能数着日子就会来了 然后其实中共对于中国的房地产 其实它早就是心知肚明的 他们早就感到经济 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 没有爆的一个炸弹 他们非常害怕 房地产这个行业整个完蛋 所以应该在过去的五六年七八年 他们一直在采取各种的措施 试图挽救房地产 实际上大概是 应该是去年上个十年 就是1516年的时候 房地产是有一波 本身房地产这种投资 就具有自然的周期性 但是在中国的房地产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过来就马上讲到 它是个很特殊的行业 它是完全是自己炮制出来的 除了这个名字是一样 看上去相似的 你买的也是各种各样的 房产公司修建起来的各种公寓 看上去也是很不错的 这样那样的 你也可以使用它 当然你只有使用权了 你没有土地权了 你也可以拥有它 你这个房地产 这个公寓本身你是拥有的 等等看上去 似乎跟国外也没有太大区别 但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他们玩的这些游戏 其实是有非常先天的缺陷的 这个等它的这个房地产经济 在这个演化过程当中 出现那种周期性的时候 为了因为中共其实一直知道 它这个房地产这个游戏 有巨大的缺陷 中间造成了 如果一旦爆掉 它对这个经济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所以每次周期性以来 房地产一遇到下降周期的时候 中共马上离周期而行 这就是温铁军之流 最喜欢说的 中国的这个优势 讲到中国的制度优势 就是我们总是利益周期 我们总是利益周期操作 它现在开始 因为它政府对这个金融的操控 是全盘的操控 整个就垄断在它手里边 而房地产就是它做庄的一个人 它就是大庄家 它就是 这是它做庄的一个游戏 它要是 它要想它怎么着 它就能怎么着 每次遇到房地产开始变冷了 它为了防止这个泡沫的破灭 它总是去拖 总是去用各种各样政策 所以中共已经非常习惯 用各种各样的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各种出台各种政策 规章制度来约束修改 限制修正也好 来改变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游戏规则 各地刚开始中国老百姓的 远程载道就是说房价太高 所以它出台的都所谓的 看上去像是要限房价一样了 就是限购 你不能买这个 你不能买那个 你不具备资格 你不能买 其实它的作用是在限 锁死房地产的价格 它要降房地产价格太容易了 它分分钟可以 马上第二天就能降 增加土地的供应 改变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降了 增加贷款等等 增加贷款实际上是把它往上拖了 或者是说你 你只要把这个土地出场金减一点 你少收点 少收点钱 那马上的房价就能降下来 但它不去这样做 它做的所有的规章 这些制度 实质上是锁死房地产的价格 拖住不让你限制你的交易 你的交易都在它的控制之下 按照它控制价格的交易 所以到后面 老百姓也认清楚了 其实政府不想让房价跌 所谓房价 一直房价涨 全都是在这糊弄人的 等到这个演化到1718年的时候 其实房地产危机已经有点遮不住了 而且中共特别害怕是什么 是怕这个房地产 这个雷直接炸到银行 所以它出台了什么三条 三道红线 它的目的是来规范 这个房地产公司的举债能力 防止它过度举债 防止它过度泡沫化 所以它先给房地产公司划三道红线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不约这三道红线 你的经营也许总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经营 所以你不会倒闭 你不会倒闭这个房地产 就像这些房地产公司 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排头兵一样的 你既然不会倒地 那我们房地产市场这个游戏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但是即使它的这些三道红线 它都没有办法 因为资产的价格在急剧的变化 而且这个游戏是庞氏骗局 它越玩越大 它需要资金越来越多 这些房产公司资产膨胀都太快了 它的负债膨胀都太快 所以以至于它出现了 一旦它的销售端 比如老百姓买的少了 或者各种并购 或者它发在筹集资金的情况不影响了 它就会出问题 恒大就首先出问题了 所以当时它调动了 它采取的措施有非常多种 中间包括它调动了国内的这些民营公司 让民营公司去接盘 它不让银行接盘 它让民营公司来接盘 然后又搞开放了P2P 就搞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之后 其实是故意设的一个局 就让老百姓把用高息的方式 让成立一批假的这种理财公司 给你故意让人看不见 他不去规范化 他也不去约束这些 或者管制管理这些P2P公司 就让你搞 还通过互联网进行搞来募资 最后把这些钱全部填在房地产的黑洞当中了 他目的是为了减少 因为银行当时在房地产陷入的太深了 他怕房地产一爆把银行直接迁连进去了 所以他让银行去杠杆 他就把老百姓的这些很多人 你不是贪图贪那个高息吗 就把你们的钱全部卷走了 让这些P2P的这些负责人 全部自己逃到海外去了 他也捉不着多少人 或者有些不明就里的那些 没有关系的那些人抓了关起来 就这样而已 付出这点小小的代价 他得到的是几万亿老百姓的资金 然后把这些资金全部扔在 帮银行填解了套 虽然当时好多银行脱身 但是往后面呢 这个房地产市场 其实整个房地产市场 就是一个华丽的收割机 轰轰烈烈一直收割了几十年 中国老百姓的资产 特别是习近平同时上台之后 这种几乎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收割 那最后结果就是很简单的 韭菜就完全就断了根了 就栽涨不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就变成空中楼阁了 但即使它变成空中楼阁了 这政府还是不想让它倒 因为你有多少资产是牵扯在里面的 你一旦你比如恒大已经到现在了 恒大都负债两万多亿 实际上有人说是上万亿 这种规模的负债 它怎么可能能还得上呢 这个时候它还不让它破产 它不想去清算资产 一旦清算这个资产之后 银行就得倒闭 现在纸面上还有那个资产 它不敢清算这个烂账 所以它就得必须保持着 这个一线城市的房价 还得这个价钱 而且它中间还出台了很多其他的 它为了保 因为对中共最关键的就是新房 一手房的这个市场 二手房是跟它竞争的 二手房是老百姓 把自己的房子增值出来 就来兑现 它二手房显然是占了中共 把这个房价抬高的便宜了 它是大了一个便车 它显然它的政策是一直限制二手房 所以搞房住不炒 就是专门的限制二手房的 有人说房 有的经济学家分析说 房住不炒是扼杀了中国的房地产 这些都是没完全理解 房住不炒的意义 房住不炒 炒就是二手房卖出 就是不让你卖二手房 然后对贷款 贷款也你要买二手房贷款也给你卡贷款 目的就是出它的新房 然后把这有限的资金 全部导入到中共自己一手操盘的 这个一手房这个市场上来 它才能够挣的钱 它用尽了所有的手段 都目的都是为了保它的房地产 但现在保不住了 因为老百姓 我上个视频虽然说的是很枯燥的数据 但那个数据表明 老百姓的钱 要么就是用来买房 要么就用来医疗教育和吃饭 你说它会干什么 它就这么多点钱 它就这么点钱 而且中共那房地产市场 你要把它拖起来 它那市场已经庞大到 每年你得付出8万亿的代价 老百姓得支付8万亿的首付加上利息 然后负债16万亿 它才能够拖起来21年的房地产 22年的房地产 这已经是房地产跌过了 之前的房地产的规模比现在还大 那拖不起来嘛 这游戏玩不下去了嘛 现在老百姓要吃饭 老百姓要看病 老百姓要教育 老百姓的确还有点钱 全中国老百姓 还有90多万亿的存款在银行里边 当然90多万亿大部分还是权贵的钱 老百姓可能在里面能占多少 咱不好说 就不断言它能占多少 但的确还有几十万亿 在银行里面 这早就被中共看着了 现在中共的目的就是 把这些钱给它搞出来 其实现在房地产 中共已经是自雇 已经完全雇不上了 因为它处在一个经济的持续的崩溃状态 如果大家反过去看 从一二年开始到现在 中国的每个季度的GDP增长率 你们把它画一个图画出来看看 从一二年到现在 中共中国的GDP的年化增长率 从百分之十几一直跌到百分之零 现在应该是负数 它当然不会是说它负数 它把它包装成一个 什么百分之三点几 百分之四点几 百分之五点几 是它把它包装出来的 真实的就是负数 中国现在这个经济还是 还能增增长 那就是笑话 那刚开始可是百分之十几 这说明是一二年发生了什么 一二年就是习近平 都是上了台了 一二年习近平接过了权力之后 中国的经济开始 就是线性的往下跌 就单调往下跌 就连连反弹都没有 这没有周期性 大家你研究不上周期性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它玩了这套 它玩了这套游戏到头了 整个中国私营公营还是 国有的企业 私营的企业 民营的企业 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对共产党的 很少有人去质疑 这个共产党的 他们到底有多能耐 他们经济上到底有多行 当然经济上在从七八年之后 是创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奇迹 创造了中国模式 趁着那个风打 哇都是对中共有一种 有一种迷之自信 或者完全一种崇拜 完全一种全身心的相信 中共就是有人力 中共这条路 中共就是如此的 powerful 就是无所不能 经济算什么 就是他手里面的一碟小菜 而已 大家在这种信仰下 就跟着他走 盲目的跟着他走 现在走到什么地方来 你张开眼睛看一下 你就在一个悬崖绝壁上 无路可走了 现在 为什么 中国的所有的财富 都已经耗光了在里头 然后积累一下大量的债务 它面临什么 面临着房地产彻底崩盘 所以你老百姓 你的房子不值钱 然后连带着把银行 企业全部拽下去 面临就是一个打销条 这就是跟着他走 这么十几年 最后就是这个结果 就落这个结果 而你们看中共 他在挽救这个房地产 这一年 每个措施的挽救房地产 他非但 他无非就是 他的想法 你可以看出他的水平了 他水平他想法就是 好 我们要让房地产 继续像原来那种方式来运行 我们不让他倒 我们要扶着他 我们要用各种方式 去收刮老百姓的钱财 把老百姓能够收刮的 全收刮了 全身的房地产里面 我们要让他恢复健康 我们要让他像原来 一样的运行 绝对不能倒 如果房地产是一个癌症的话 他的所有的举动 就相当于在养这个癌细胞 这个癌细胞越养越大 最后怎么办 你把癌细胞养这么大了 结果是什么 就现在马上就面临这个结果了 而且这个原来如果你早期 早的时候开始 开始孤立他的问题 你把少的几家公司 几个你把这个游戏模式改变了 就像这个 就像你原来生活方式改变一样 你一个错的生活方式 就会导致你最后得病完蛋掉 你的所有的人的疾病 大部分都来自于你的生活方式 他不去改这些东西 最后呢 他造成的问题 他保房地产造成问题 就把这个黑洞越搞越大 就把中国的其他的 还算健康的行业 全部扯进去了 陪葬了 现在中国哪个行业不被卷进去 马上要到来的就是银行破产 现在是那些准银行 影子银行中融啊中职啊这种理财公司 信托公司 他就开始爆雷 这个跟银行爆雷实质上是一样的 马上就是银行爆雷了 银行爆雷他还有什么招 所以房地产他是没有 无暇顾忌只能认他死了 他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呢现在大家一看 我们到了绝币了 从这绝币下去只有没有办法 只能跳牙没有任何办法的 只能滚下去 就是你原来的纸上财产就没了 就崩了啊 就是你黄粱黄粱一梦而已 然后我们现在对比一下中国跟西方世界 你看中国现在在发生什么 资产价格不断的往下跌 拖都拖不住 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贬值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人民币还没有走出他的一个独立的特立独行的一条贬值曲线呢 才刚刚开发动机才打开 大家耐心的等着吧 然后中国是通缩 各个行业处于一种萎缩状态 我刚才说了 中国的基础货币都开始缩减了 这个水都流不动了 而对比国外发生什么 美元非常坚挺 国外叫澳洲的房价坚挺的一塌糊涂 你根本不用担心 这的确他有可能还有有点泡沫 但是加息加的很高了 现在加的这么高 情况下这个泡沫还没破呢 美国股市也不错啊 还没破 虽然有可能他会回调 就算美国的房地产 他也有可能回调 的确有泡沫在里头 但是加息已经加的这么高了 已经给他吃了药进去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 当然这不是很健康 我不是说国外的美元状况很健康 但你对比国内的呢 国内的是 国内是你处于这种恶性的通缩状态 资产在这跳水一样的往下跌 人民币也跳水一样的往下跌 这是非常不好的征兆 这个表明什么 表明大量的资产已经离开中国了 大量的资产以各种方式离开了中国 只有离开了中国 他资产都抬都抬不上来 海外的这些美元的往上涨 还包括海外的资产不断往上涨 也有资金从中国流出的贡献 也不光是这些本地的流动性的泛滥 因为他很难控制 他加了这么多锡 他还没有把这个压下去 这就说明有注入的资金 资金在逃离中国 除了资金在逃离中国之外 中国的那一潭水在慢慢的停顿下来 变成一潭死水 你一旦赚不动了 你的资产将会更恐怖 好 我们就说马上会出现的 中国出现金融行业的整个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银行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 他只有一个办法 他不可能不去救了 但他只有一个办法去救 当然一方面他会加大搜刮 他在 他首先会加大搜刮老百姓的钱包 反腐 现在反腐就是一个搜刮方式 各种反腐 每个行业都来反一次 先把那些行业里面有钱的都给你搞倒 这个是有副作用的 这个的确这对经济的杀伤是非常厉害的 反腐这一点够吗 因为他会继续杀伤经济 那个水就流得更慢 又变成一潭死水了 所以中共实际上没办法了 他们就这么蠢 我必须我在这视频中我都一直不做 我必须得说他们太蠢了 收购公安老百姓他们能干嘛 就印钞呗 没有办法了 他们只剩下印钞机了 行你银行缺多少钱我印多少钱 我就是不限量的印 我就来托你的事 那到时候中国会有什么呢 你一旦经济转不起来 还有人搞生产吗 那生产的物品就会大量的减少 只有钞票了到时候 那会发生什么呢 人民币海外的汇率大跌 在国内的也支撑不起来了 国内人他愿意收你人民币吗 他就算是好生意不好做 现在他的确钱少 生意不好说 但回头大家都手里面都只有人民币的时候 货越来越少的时候 他干嘛要卖这个货 当然像房子这种东西没用的 到时候大家要的都是生活币机品 当然我说的这个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状况 我没有说这个状况明天或者说今年就会发生 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 但我也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 他有这个本事去挽救目前的经济 他们目前做的没有一件事是朝正确的方向做的 他朝正确方向做应该怎么做呢 我再给他们再一次支个招 改变游戏规则 然后权贵出血 只有这两点 游戏规则你必须给 这个改变游戏规则也是权贵让利的一部分 你必须得改变你那个愚蠢到底的 你那个自杀型的房地产的那种游戏规则 你马现在可能是不是来得及 我不知道 但他妈现在还有口气的情况下 你必须得把房地产完全改变了 你就承认老百姓对他的百分之百的产权 你能让多少利就让多少利 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章制度全部拆掉 真正的让房地产成为一个市场经济 然后你共产党从这个市场经济当中 往后退多退几步 你不要在这动不动就改规则 什么规则都你说了算 然后我高兴我今天就这样做 我不高兴明天那样做 什么都是为你 你又是一个运动员 你又是个裁判 你玩啥边不跟你玩了 你不是傻貌吗 我其实虽然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好像是什么 反对共产党或什么 我没有反对共产党 我其实在支持他们 我在给他们支撞 我正在帮他们 他们为了避免自己终极的最后的崩塌 打掉同轨一击 他最好现在还有一点喘息的机会的时候 赶紧让利 然后你后退一下 你变成个裁判好不好 你变成个裁判 也是有你喝的有你吃的 你让老百姓自己去玩 市场经济 你就尊重市场经济里面 就优胜劣汰 你就让他们优胜劣汰不玩了吗 自然而然中国人是最勤奋的 他自然而然可以在烂摊子当中 优势的就会上来 但是你要法治 你要一碗水端平 谁有道理 谁符合规则 你又判谁赢 后面做老千的做币的 搞什么那个你得判他输 你这样才能把中国这个环境 经济搞活起来 才能让他起死回生 也许还能挽救 挽救你的统治 挽救都挽救了不了 我就不知道了 好 我今天先聊这 这就是我的 对中国当前 轰轰烈烈 华丽的房地产崩塌 浮出水面的感慨 咱们下午再聊 拜拜